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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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講一個錄影的重點 譬如說你今天錄影的時候是用 單眼相機 那單眼相機它可能會有 我拿一顆單眼相機給你看 好 假設 你今天用單眼相機去錄影 但單眼相機這種 單價比較昂貴 但是跟iPhone比起來其實也不算貴 老實講iPhone2萬多塊快3萬多塊 那以像這台相機而言的話 鏡頭是比較貴 鏡頭大概2-3萬塊 然後機身大概2萬塊 或2萬塊以下左右的相機 這種相機呢你直接 這種單眼相機呢它有錄影的功能 然後它錄影的時候呢 它的收音方式是直接 這邊有個小麥克風可以直接收音 可是呢這樣的收音方式如果距離比較遠的話呢 效果是很差的 效果是很差的 而且會收到很多其他環境音很吵 會沙沙沙的很吵 甚至有人在講話會聽到別人的雜音 然後我當初會買這台 這台是600D啊 我當初會買這台原因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這邊它可以接外接麥克風 譬如說麥克風的插孔 麥克風的插孔可以直接接麥克風 這樣子可以直接外接麥克風 那這個麥克風就可以別在你的胸口 那也可以去購買無線的麥克風 然後別在胸口 所以你人不管走到多遠的距離 都可以收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沒有麥克風的話可以錄 但是它就是直接收到這個相機的錄音口裡面去 可是距離太遠就會有雜音嘛 然後收不清楚 而且如果是在室內的話 在室內會有回音的話 這樣就會很難聽很難聽 有時候你會聽到一些人 他們錄的聲音品質就是有很大的回音 所以很不舒服 觀眾聽得很不舒服 然後如果你不是用這種數位相機去錄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像我現在錄的這是什麼 我現在錄的這是用手機去錄的 其實用手機也可以錄 如果是iPhone的話 它錄起來的品質其實還真的相當好 那我現在這支是HTC M8的手機 它其實品質也不錯 那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錄人像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外接麥克風 你沒有外接麥克風 對那個耳機麥克風 就這種耳麥啊 這種耳機麥克風 如果你沒有外接耳機麥克風的話 它的錄音品質會比較差一點 假設有一點距離的話 假設距離很近那還好 那假設有一點距離的話 那你沒有透過這個耳機麥克風的話 像這個耳機麥克風 那效果會很差的 那你說耳機麥克風一定要用手機本身附的嗎 我建議是沒有錯 為什麼呢 你看這兩個頭 這兩個頭是不一樣的喔 這兩個頭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是耳機的頭 耳機的頭 耳機的頭有三個環節 有沒有看到 三個白色的環節 三個環節 然後這是一般的麥克風 一般麥克風的頭 你會看到它有兩個黑色的環節 一種是三個環節 一種是兩個環節 所以呢 效果不一樣 像這一種是純粹麥克風 純粹麥克風 當然我這一顆其實是一個喇叭啦 我只是說接頭啦 純粹麥克風的接頭是這樣子的接頭 甚至有的單音的 單音的麥克風是只有一個環節而已 那手機的不一樣喔 手機的麥克風 因為它還有耳機 所以 又有耳機功能 又有這個麥克風的功能 所以它這個環節有三個 代表什麼呢 每一個金屬都有一個電流通過 一、二、三、四 就有四個電流通過 所以它的訊號是比較多的 所以會有三個白色的結 等於有四個不同的金屬 四個不同的金屬接觸點 四個不同的金屬接觸點 可是一般的麥克風可能只有 兩個,立體聲的話兩個 那單音的話可能就只有一個結 就是兩個輸入孔 所以是不一樣的喔 那你要插在手機上面的話 你就要用這種 所以 如果你去買延長線 我之前就遇到這個問題 買延長線的時候買錯了 我買到一般的那個 麥克風的延長線 那一般麥克風延長線 其實跟耳機延長線是一樣的 就是它不是這種三節的 它是這種兩節的 所以我插上去的時候就發現 不對啊 怎麼那個聲音都聽不到啊 收不進去啊 後來才發現 喔原來這個是不一樣的 記得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手機的話 因為它有耳機再加麥克風的功能 所以手機的話一定要插這個 要插這個 好 這就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 要錄影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說 你今天在錄影的時候啊 如果聲音聽不清楚 那你就白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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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